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日 美国这两天又开始闹翻天了 24号,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裁定 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爱的裁决 也就是说,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各州自行决定 那么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引起了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强烈的一个争议 前两天也是美国各地抗议不断 那么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 有人说是推翻了堕胎权 但实际上这个裁决的结果并未认定堕胎非法 而是堕胎不再被看作是宪法权利 也就是说各州可采取自行决定 堕胎权 也就是说之前1973年的这个罗素韦德爱 判决结果保障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堕胎权利 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它是一般都是在宪法层面上的 所以说罗素韦德爱的判例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为女性的堕胎权进行了背书 但是现在就是又推翻了 那么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这个背书没了 你们各州自行来决定这个问题 好 即便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说了 最高法院没有推翻堕胎权 只是将这个权利还给各州去决定 但是对于民间来讲 很多人认为过去50年 好像49年来 都一直是宪法保障妇女的权利 或者是宪法保护妇女的这个堕胎权利 现在你一下子 你说你不给我站台了 你不给我背书了 不给女性背书了 那就说明很多人就认为最高法院 在堕胎权的这个问题上立场变了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罗素韦德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罗素韦德爱是发生在1968年 当时德州的德拉斯一个女子 21岁叫简罗 这是她的化名 她的原名是原名我想不起来了 她已经有两个孩子 又怀了第三个孩子 但是她没有工作 然后又有中度的抑郁 所以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么当时德州的法律是几乎禁止所有形式的堕胎 最后她没有办法找到律师 就起诉达拉斯当地的这个地区检察官韦德 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就是罗素韦德爱 那么最后呢这个官司打了几年 一直一路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号 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这样的投票结果 判定罗胜诉 就认为德州的刑法限制堕胎权的规定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就是判决规定 在胎儿能够独立存活之前 当时判定是28周 女性都有终止妊娠的权利 所以说呢你看这项判决结果 很多人说对于美国女性保护胎权 这是意义重大 也就是说宪法层面上 保障女性拥有了 胎权利 好那么今天 最高法院把这个判决推翻了 所以有人也讲 那你最高法院 这不就双标吗 你在49年之前 判定德州的这个法律是违宪的 但是你现在又推翻了这个判决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了吗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找答案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很难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答案 到底谁对谁错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一种观念之争 就是美国的自由派跟保守派的一个观念之争 同时呢 因为这个观念的分歧 日益加大 可能也会成为撕裂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今天呢 我们把几个报道的文章 汇总在一起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 不同的这个声音 好 这有一篇文章 是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说向右靠拢 积极行使影响力 高院保守派全面掌握主导权 就让最高法院 环绕着拥枪堕胎等重大议题 颁布裁决后 一连串的决定 让保守派 非常欣喜 但也让进步派 大事所望 保守派主要是共和党这边了 进步派主要是民主党这边啊 所以分析认为 六位保守派大法官 积极行使影响力 足以重塑全国的法律环境 考虑到后续还有选举权 种族平等权等其他诉讼 类似的例子还会陆续有来 所以说现在 很多民主党方面 现在担心的是 你看现在是保守派的 最高法院啊 保守派法官是六位 然后呢 自由派是三位 现在的这个局面 对于民主党 对于这个自由派来说 应该是不利的 那么你现在 在堕胎权的问题上 包括枪支 拥枪的问题上 好像都已经 偏向于右派了 那么你后面的这个选举权 种族平等其他诉讼 会不会也会 对这个自由派 或者是民主党不利 这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的 美联社报道说 高院省理纽约州枪管法案 枪支管理法案 和罗素伟的案 其间保守派全面掌握主导权 托马斯 阿里托 这是两个大法官啊 等人成为中间力量 反而本身也是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 罗伯兹扮演了温和派的角色 说在这次的这个判决中 是五比四嘛 五比四那就是等于是保守派是六个人 但是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 他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偏向于自由派 所以这次投票 你看是五票 保守派的法官赞成推翻这个罗素伟兰 然后那四票是反对推翻 那么就是这个局面 所以说这里面 说在保守派跟自由派的这个较量过程中 首席大法官罗伯兹扮演了温和派的角色 就是这个意思啊 至于三位进步派大法官 只能在判词中阐述立场 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维护其微 分析认为说在六位大法官中 罗伯兹其实倾向循序渐进的原则 就首席大法官罗伯兹 他是倾向于就是慢慢的 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结果 只希望通过个别案例 有限的展现保守派的价值观 但是呢 托马斯等几位法官的立场比较激进 愿意在堕胎案 拥谴案方面彻底扭转现状 其中的差异 就在这个现在的通过了这个 罗素伟的案中清晰可见 罗伯兹认为 高院可以维持密西西比州的堕胎限制令 但却无需为此推翻高院半个世纪前的裁决 否则将树立不良先例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判决中 一个是罗素伟的案 是5比4结果通过的 还有一个就是密西西比州的堕胎限制令 是以6比3通过的 6比3那就几乎是6个保守派 然后比3个自由派 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也就是说 罗伯兹在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堕胎限令上 他是站在保守派这一边的 但是呢 在罗素伟的案这个案件中 他是站在自由派这一边 所以说呢 很多人说这个首席大法官 现在是温和派 也有人说他现在被孤立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首席大法官 已经在最高法院中 已经是无法再起到 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罗伯兹认为 说无需为此推翻高院半个世纪前的裁决 因为他觉得半个世纪前 你是这样的一个判例 然后呢 现在你又推翻了高院自己的这个判例 是不是这个是自己打脸吗 是吧 就说要否则会树立不良的先例吗 但是相反 托马斯大法官 除了要求推翻案例之外 还希望高院更进一步 未来检讨民众在避孕 同性婚姻方面的权利 这是更激进 这是更偏向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呢 前两天 当这个罗素伟的案件被推翻以后 很多同性恋 群体阵营也出来反对 说你现在把这个堕胎权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保护 原来保护的一个权力 现在就是等于是判例已经推翻了 会不会到时候也会影响到同性方面的权力等等 所以说现在又有很多人出来游行示威 报道里面说 外界关注 最高法院接着又会审理投票权 种族平等等其他重大官司 假如现在的趋势维持的话 裁决可能会使进步阵营酿更大的不满 民主党批评 共和党和保守派 经过一连串的政治操作 才得到保守派在高院的压倒性优势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2016年当时的这个大法官 斯卡利亚突然去世之后 本来是应该由当时时任的奥巴马总统 提名的后面的替代人选 但是呢 当时共和党参阅的共和党领袖 麦康诺 以这个临近选举为由 阻止拒绝确认提名当时的这个奥巴马的那个提名 对大法官的加兰的提名 所以说就阻止了当时民主党提名一位大法官 但是呢 到了川普时期 同样川普也是到了临近 要期满的时候 临近选举了 但是呢 共和党却利用党内在参阅的控制权 快速的通过了对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 也就是说 现在使得形成了保守派 在高院人数变成了六个 就是川普时期 川普提了三名大法官 所以说你看 这一下子就把最高法院的 这个保守派跟自由派的这个力量 一下就扭转了 就保守派变成了六位 自由派变成了三位 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担心的 就是说司法跟政治 拧成了一块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司法是不是还能够独立 你看现在的判例 虽然说是这个保守派 自由派是关键上的 这样的一个之争 但是呢 已经明显的呈现出 保守派偏向于共和党 然后呢 自由派偏向于这个民主党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司法 一旦随着政治党派的这个节奏 在判案的话 那么以后 你经常讲的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 那还能不能够真的独立 现在成为很多人质疑的一个焦点 如果说你的司法不能独立 最高法院的这个判案 不能够保持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 一个独立的一个态度 那么你的民主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保持 这是现在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好 这还有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 高院裁决被指自相矛盾 专家称保守派理念一致 这是最高法院啊 连续的对这个拥枪权 堕胎权做出这个裁决之后 在拥枪案中限制政府 这个规管枪支的权利 但在堕胎案中 却又允许州府禁止女性堕胎 导致现在的左派 左翼阵营质疑高院 你是双重标准 但是这个法律专家说了 民间也许认为大法官 在两件案件中自相矛盾 但保守派 其实他们是有他们的这个逻辑 只是一连串的案件发酵之后 民众对司法独立的信心 受到了影响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美联社的报道 说高院就堕胎案 颁布裁决之后 众院议长 佩洛西随即批评保守派大法官 伪善 伤害了无数女性 但是呢 前副总统彭斯却说 高院推翻了半世纪前的错误裁决 只是重新拨乱反正而已 而枪支管制裁决 也是还权于民 允许民众保留价值信念 不一样的观点 法律专家解释说 保守派大法官在两起案件的决定 虽然令人存疑 但背后涉及开国元勋的理念 背景相当复杂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个法律教授 叫阿尔伯特 他说 裁决看似自相矛盾 暂且不论外界是否同意 但是保守派的观点 完全是一致连贯的 凯斯西楚大学 有个法律教授叫恩丁 他说 高院在这两项裁决中 法律原则其实是颇为统一的 原因是 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提到了拥枪权 但是 整套宪法却没有涉及堕胎权 因此在保守派的解读中 宪法覆盖的权利应该保留 没有覆盖的 才肯让后人自由权势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最高法院判决这个枪支案 这个拥枪的这个问题 因为宪法中 明确提到了 美国民众拥有拥枪权 这是宪法规定的 所以说呢 最高法院是根据这个来判的 但是堕胎权的问题呢 宪法里面没有规定堕胎权 所以说 现在的这个最高法院认为 49年之前1973年 这个罗素韦的案 最高法院其实应该是 不应该来判这个案件 就是说宪法没有规定的这个问题 你最高法院没有资格插手 因为最高法院只是 对宪法层面上的这个案件 才可以进行判决 所以说你看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推翻这个罗素韦的案 也就是说 49年前你们大法官判的这些 是超出了宪法范围 所以说现在这个权力 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力 现在应该还给各州 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是这个意思 好 不过呢 另外一个 佩博代音大学 法律教授麦克唐纳 他的观点 有不同的观点 他说 高院是双重标准 他说高院虽然在判词中称 两项裁决 均严格遵守 遵从法律和历史 但有关逻辑并不清晰 因为宪法对民众拥枪权 其实设下了严格规定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其中的法律观点过于抽象 但无可否认的是 一连串的案件 将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 也有不少人认为 高院大法官任命 受到政治影响 因此对于司法体系的独立地位 深感质疑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 已经有法律专家 对这个提出了质疑 麦克唐纳认为 前总统川普任命的三名大法官 导致法院沾染了政治色彩 这就是等于是你的司法 已经跟政治拧得太紧密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两篇文章 这个反映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就是罗素伟的爱 最高法院推翻之后 各个阵营 各个群体发出的声音 我们先来看演艺圈 一些明星 他们的态度 乡村歌后 泰勒斯威夫的 这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歌星 在推特上转发了 前第一夫人 米歇尔的声明 就是奥巴马米歇尔 说我对于我们的现状 感到非常害怕 在经过数十年为女性身体自主权奋斗后 今天的裁决 把她从我们身上夺走了 然后今年20岁的著名女歌星 Billy Elish 昨天呢 她是在英国的一个音乐节上 上台表演的时候 向观众说的 说对于美国女性来说 今天是黑暗的一天 当然她是支持这个多胎权的 另外有一个歌手叫西琳娜 在推特上说 看着宪法权力被剥夺相当可怕 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 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一些明星的声音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政界 跟一些国际组织发出的声音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他说对美国最高法院 推翻罗素韦来的裁决 感到担忧和失望 他说这样裁决 既减少了妇女的权力 也降低了她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 限制合法堕胎 会导致女性使用不安全 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手术措施 那他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昨天在推特上说 堕胎是所有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 必须得到保护 他说我要声援 今天受到美国最高法院挑战的 自由权的女性站在支持堕胎这方面的 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说我认为这是开倒车 我一直相信女性有选择权 我坚持这个观点 这就是英国制定相关法律的原因 另外加拿大总理特琉多 在推特上发文说 来自美国的消息令人震惊 所有政府政治人物或男性 都不应该干预女性的生理抉择 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他同时向加拿大女性保证 会永远支持你们的选择 新西兰总理阿尔登 是位女总理 他说反对美国最高法院 对堕胎问题的最新立场 他表示 看着女性对自己的身体 做出决定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这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不安 好 还有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巴舍来 他说过去25年里 有50多个国家放宽了堕胎法令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 是开倒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边的声音 就是保守派跟宗教团体的声音 最高法院做出这个重大裁决之后 推翻堕胎权享有的宪法保护 保守派团体乐见 原本有瑕疵的宪法裁决 获得修正 这个意思是指 原来的这个宪法裁决 原来的那个判例是有瑕疵的 现在是修正了 纠正了 是这个意思 基督教团体则赞扬 新裁决维护的宗教自由 好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美国梦中心主席金恩发声明 说49年来我们的人民必须忍受最高法院所做的一个有瑕疵且违宪的裁决 让非民选的法官创造全国性的堕胎权 这最终导致一些极端行为 像是对未出生者的晚期堕胎 然后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美国价值中心主席怀特牧师 他说 他庆祝今天的裁决 维护人命运动的终极动机是爱 不只是对未出世儿童的爱 也是对生母和生父的爱 有了这个历史性裁决 所有美国人将再次能够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并且能够选择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保护生命 第三个 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 洛杉矶大主教格梅兹 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维护人命活动委员会主席 巴尔迪摩大主教洛利发布联合声明 说法院如今推翻了罗苏伟的爱 我们今天感谢上帝 我们祈祷我们的民选官员 现在将颁布法律和政策来促进与保护 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 另外全国基督教立法者协会主席瑞伯特 在声明中说 这是我国伟大的一天 因为未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将由于出生在这个文明全球的最伟大国家 而获得更好的机会来实现自我人生自由及对幸福的追求 你看这是宗教团体 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所以说很多的反对堂胎的声音 其实跟保守派的一些宗教团体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说你看 这里面你说谁对谁错 其实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差异不同 其实这个世界有时候是很难分辨 很难判定到底是谁对谁错 只不过现在就是这种两种观念分裂越来越大 它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发展 是不是会形成价值观上更大的撕裂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在全世界对于这个堕胎权的这个状况 现在是什么样的 在现在的世界上禁止堕胎 也就是说堕胎是违法的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有20多个国家是堕胎是违法的 主要是在非洲 比如像刚果 吉布提 埃及 吉内亚比少 刚果民主共和国 以及三内加尔 还有呢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苏里南 海地 多明尼加 菲律宾 老挝 马来西亚 泰国 帛琉 这也都是违法的 在欧洲 维持完全堕胎禁令的 有安道尔 马尔他 梵蒂冈 然后呢 这个萨尔瓦多 是在1990年 1990年代 严格立法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 堕胎 即使母体有生命危险 也不例外 你看 这是严禁堕胎的国家 好 下面呢 是条件限制堕胎的国家 也就是说 当这个母体可能有生命危险 或者是强奸 或者是强奸 乱伦 等导致的一些怀孕 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规定 在母体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可堕胎的国家 有阿富汗 孟加拉国 利比亚 缅甸 苏丹 伊拉克 叙利亚 委内瑞拉 也蒙 约旦 黎巴嫩 阿曼 然后以色列 是在1977年 刑法 指定 专门委员会 来决定 终止任生的相关事宜 还要经过这个委员会来裁决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夺胎 那么等你又说 这个裁决下来 人家孩子就出生了 就跟那个罗斯韦的爱 是一样的 罗斯韦丹 最后这个罗是 官司是打赢了 但是呢 其实等到官司打赢 最后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挺有意思 然后在天主教国家波兰 宪法法庭 于2020年10月裁定 因胎儿缺陷而终止任生 属于违宪行为 而引发抗议 所以目前波兰 只有在遭到强暴 乱伦怀孕 或为了保护母体生命的情况下 女性才能夺胎 然后巴西 是只有妇女受到强暴怀孕 或母体有生命危险 允许堕胎 智利 原来是比较严格的 在2017年放宽了 近30年的堕胎禁令 目前呢 是允许遭到强暴而怀孕 母体或胎儿生命 面临危险的时候 允许堕胎 好 另外 允许妇女在母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可以堕胎 还有 像这个威迪玛拉 在南美洲的 威迪玛拉 委内瑞拉 巴拉圭 厄瓜多尔 然后阴间承运 可以堕胎的 还有像阿根廷 古巴 墨西哥 巴拿马 允许妇女在母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可以堕胎的 还有像这个乌干达 苏玛里 科特迪瓦 这是有条件允许堕胎的 然后呢 允许堕胎的国家 法国 在1970年代立法 妇女可以在怀孕的前12周内 无条件选择人工流产 瑞典 从上世纪70年代起 怀孕18周以内的女性 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 而在医院选择堕胎 是对堕胎行为最宽松的国家 瑞士 2001年议会通过 允许孕妇在怀孕的前12周内选择堕胎 在2002年全民投票中 72%的选民 对堕胎非形式化的改革提案 投下赞成票 也就是堕胎允许合法 罗马尼亚 在1989年立法通过堕胎法 因为之前 罗马尼亚的非法堕胎 曾造成50万女性死亡 有人说 其实你禁止堕胎 并不能减少 堕胎的人数 这个是有数据的 数据证明 就是你禁止堕胎的地方 或者禁止堕胎以来 并没有 并不能减少 堕胎的数量 该堕胎的人 尤其是社会的一些底层 低收入者 说在美国 其实堕胎人数 最多的是非洲裔 然后是西语裔 就该堕胎的 他依然还得堕胎 那么你这个州 你把这个禁了 那么他也得跑到其他州去 所以说呢 增加了他堕胎的成本 或者是他就寻求一些黑诊所 那没办法 他必须要 他没法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呢 对于有钱人 或者社会的上层上流 影响应该是不会太大 好 那我们下面再看啊 意大利 妇女在妊娠90天内 可无条件选择 人工流产 英国 在1967年通过法案 允许堕胎 近期赢得堕胎权的一些国家 我们来看 欧洲小国 圣玛利诺 在去年9月通过公投 通过堕胎合法化 阿根廷国会 在2020年的12月通过法案 允许妇女怀孕14周内堕胎 新西兰 2020年堕胎合法化 澳大利亚 在2019年之前 大多数的联邦州 已通过堕胎合法化 韩国在2019年裁定 禁止堕胎法违宪 也就是合法化 天主教国家爱尔兰 经过激烈辩论 在2018年通过公投 废除宪法 堕胎禁令合法化 好 另外 前苏联 前苏联是领先于全球 在1920年代 就宣布堕胎合法 印度说 怀孕20周前可堕胎 但怀孕了 12周到20周的孕妇 堕胎的话 需要有两名合格的医生 同时批准才行 另外就是中国 那么 好像自我出生既世以来 好像 堕胎应该就是合法的 好 那么现在 最高法院 推翻了罗素伟的案 这样的一个 堕胎权的争议 越来越大 所以有人说 这是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 比较大的社会的撕裂 就是这种 司法的政治化 越来越严重 这个是很多人 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种自由和保守的 这种观念之争 可能会 使得美国的社会出现 更大的两极分化 从而使美国 慢慢的可能会 走向一个 就是保守派 更加保守 自由派 更加自由 就这个分化 可能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呢 确实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了 你看这个 对立越强 这个观念之争 这个分歧越大 那么社会的这个问题 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撕裂 价值观的撕裂 结果就是 可能会引发一些 极端的一些人 采取暴力 甚至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 现在呢 其实美国的情报部门 也已经发出了警告 说警告一些 法官 一些官员 要警惕暴力风险 所以说 这个争议 这种 两派的这种 持续的对抗 应该在最近 暂时还是不会消停的 好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汇总 这样的一些资料 给大家对这件事情 提供一个参考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 关注我的二频道 华人大小事 好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